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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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湾区直送》 我是張詠盛 中美貿易談判以為談到最後一輪 這個星期尾就會有結果 誰知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之間在社交網站發文 說星期五起要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貨加徵關稅 由原本的10%加徵到25% 完全沒有露足 我們問過中資廠商 他們都不是很願意接受訪問 而在內地設廠的港商就說 他們現在很頭痛 從事玩具生產的趙志愿在內地設廠當年 差不多70%的產品都出口美國 真是加25個上去 我們就沒得做 簡直它是逼你倒閉 你有甚麼可能會賺到25% 我們現在這些蝦木垃圾 都是賺10個8個 中美貿易九分持續 加上近年內地經營成本上升 趙志愿說部分內地工廠已經倒閉 之前都已經在收拾很多 不要說它說25個這個問題 計算東莞的廠家1600 現在大約是收拾了一半 部分行業好像紡織業 廠房一早就遷離中國 產品本來也不備納入美國徵稅範圍 但是業界都擔心 特朗普最新將行動升級 會拖累整個市場 歐洲販賣家或者日本賣家 他們會否劇情 如果現在環境不太好 會否整個全球經濟穩定性 從而落單的信心相對弱了 好在現在落貨的時間 截單可能是過八月九月的時間 七、八月的時間 只可以寄望於未來兩個月 大家都理性一點 有分析認為 就算中美在貿易方面談得到 科技層面 好視5G的發展依然是充滿矛盾 為了成為科技強國 內地近年力積高新科技的發展 不少初創企業都走了創科的路線 今集灣區人物志的主角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三個其實都是香港科技大學學生 我跟Peter 我們兩個是本科就到香港讀書了 然後跟著這個李澤香教授 然後做一些機器人的比賽 我們是在香港成業公司 然後我們在投資到深圳投資 到東莞投資 然後做生產、研發、製造這樣 施城科大李澤香教授 和全球無人機企業之一 大疆創新的創辦人汪韜分屬同門 陶詩證的公司也是研發無人機的 不過就不是天上飛那種 而是可以潛入水 在水底進行拍攝、檢查船底等等 但是創業初期 主打的產品是電動船尾機 其實香港玩這些遊艇、船 其實還是滿多的 但是大陸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大家不是很關注這塊市場 但是其實這個休閒娛樂的船市場 在海外、主要是歐洲和美國 其實市場前進是很大的 他們很喜歡航海、釣魚、翻船這些運動 其實這個市場 船外機這個市場 其實它也是幾百億的很大的市場 在科大讀書的時候 經常都跟同學出海 都發掘到船尾機的市場 塗絲證的創業之路 就是結合了自己的學術研究、嗜好和商機 不過要令到實驗成果搜出象牙塔 並不是一帆風順的 很有趣 我們第一代產品是一個 六千瓦的船尾機 我們看了一些競爭對手都在做什麼 發現他們都集中在做四千瓦、三千瓦 這樣一個功率比較小的一個產品 那我們想我們要一炮打 想怎麼樣我們就做得比它大 但是我們把第一代產品 帶到展會上給客戶看的時候 他們覺得你這個東西做得不錯 但是你能不能做一個一千瓦的 然後我們就很… 對,然後我們就覺得很吃驚 了解到市場的真正需求 塗絲證和團隊馬上調整方向 新一代的產品 終於成功搶佔市場 目稱為海上Tesla 有一些人他會覺得 憑什麼我們幾個人 就剛從學校出來的學生 能把這個事情做成 但我們還是很有這個 有夢想有激情吧 願意有拼搏能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願意就是嘗試一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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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